害她,什么人会发现她的身份呢? 可是,怎么有人会想知将功于死地呢? 依我看,昨晚是那个崔崔多行不义,那些丑家动她不得,只好把账分到她女婿头上了。 诶,真相姑娘,这样的理由也可以想得出来啊。 你们不觉得这个理由比她的理由更有可能性吗? 卫英姐,你说,你想不想上死崔跪? 想不想,想不想啊? 这就对了,不想得有多少战争的费人,险缺的灵人权。 他们动不来,除了有侍卫随身保护崔跪,总动得了,这个独来独望,随毁其人的上死焦续吧。 你说够了没有啊,你这是不可理喻啊。 怎么,学开房子开始骂人了,是我看穿了你的心事,你脑子承诺了,对不对? 卫英姐,我早就跟你说过了,那个崔卫人怎么可能会第一声下去的跪着求你呢? 君强,我是他指使的,还会有谁啊? 王儿来过这里? 做了? 你还想装作你什么都不知道? 啊? 信我,你这是令我做吧? 你给我滚,滚! 君强,娘子,你千万要相信我说的话? 哎呀,贵英姐,你不能再强弃她的借口。 明白了,她明明知道,崔卫是你的面门死仇。 居然连村子的女儿都敢娶,她这女人何地啊? 现在知道你怀孕了,就要赶你走。 这不就是复兴和十乱中学一块剂俩吗? 梁子,这些不过是村乡凭空一刻之语。 她一定是在地院待得太久了,思想已经早会入魔了。 姓王呢? 哎,我告诉你啊,你如果敢在这村乡这么出言不逊的话,我会让你好看的。 你们住客,你们住客,你们他们住客好不好? 你们让我听一听,听一听好不好? 回来,回来,回来。 夫人啊,我们开到相府看红公子去了。 我二妹妹,还来那么久,要不要休息一下? 不,我今天一定要学会这些执法。 我要使自己变成一个琴棋书画,要让精通的女子。 因为奎哥喜欢这样的女子,我不能让她失望。 来,再来,再来。 这样的一道不够,你来看,我按给你看。 吹宛儿。 吹宛儿。 贵哥。 宛儿,你没事吧? 王贵。 你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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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。 王贵最知道贵宁的下落,虽然是红落在搞鬼。 我算不上跟婉儿思破了你,而是该拉门婉婉的孤立红落的鬼。 你为什么这样打婉儿? 你不给我跟交代的话,我就要。 你,要你给我下来,对不对? 吹,你去告我。 我今天敢出手打人,就不怕人前平礼。 吹,要听你,你就说什么道理。 你为什么打我? 王贵,你真的要我掺开来说吗? 难道这不怕你脸上挂不住吗? 你说出来啊,我没什么好怕的。 我已经尽量的抽空而已。 就给你安安算算做我的妻子好不好? 我什么时候不安分了? 你没事就跑回上司来。 你跟红鹿,在这就不必刮天理下之邪吗? 红鹿现在是我大哥,可是他曾经是你的未婚夫。 王贵,你休想破坏我跟婉儿的兄妹知情。 我跟他是清清白白光明磊落不怕给他讲的。 不错。 婉儿,我说得刚才我出手打你,是太过分了。 可是,我刚从生死边缘挣扎回来,我真渴望。 见你一面呐。 你说你从生死边缘惊扎回来,这话怎么说呢? 我到东郊林内,开往一位团了。 差点被人作火烧死。 什么人会这么做? 我也很想知道, 什么人想烧死你。 可是谁不知道,我在东郊林内,有那么一位朋友。 婉儿,我历劫归来,只想见你一面。 没想到,你谁跟红楼出色入罪,我实在忍无可忍,所以我才。 婉儿,这是一场误会。 你误会我了,但是我并不怪你。 婉儿,你那位朋友脱险了没有? 婉儿,竟好没有人伤亡。 婉儿,你为什么不问问我,那个朋友是什么人? 婉儿,我已经告诉我,怎么相信你? 你也了解我的苦衷。 她是我十三多年的原配妻子。 我不能够这样,就把她弃之不顾。 婉儿,你也不希望,我是一个寡情博弈的丈夫吧? 这些年来,她受尽苦难,我应该好好地补偿她。 过些日子,我就会把她送回家乡。 这段日子,委屈你了。 我自觉,对你万分愧疚,一直无言以对,所以,只好天天买醉,夜夜迟归。 我一直以为,你是故意在冷落我,敷衍了我。 想不到,你的内心是如此保守坚弱。 其实你早该告诉我这些的。 因为,我在在乎你,而失去你,所以我不敢讲。 不是我。 魁哥从来就没有说过是你。 可是,每次你都几着为自己谛解,否认,弄了此地云三百两。 婉儿,你不能中了王魁挑拨离间之计。 他知道我在帮你,他想铲除我,来孤立你,你懂不懂我。 还有,魁哥从来不在背后说人鲜话。 我会等你,星星过来。 我会等你,星星过来。 我只希望我就是纵火的。 我一定会把你烧死。 为什么没有把你烧死? 为什么? 你没听说过,祸害一千年了。 我就是祸害。 我竟然让王魏日护上身。